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大家又陷入了低气亚 大家对于这个行情 越来越不喜欢了 我要请大家心平气和 很多人问我 到底AI泡沫了吗 为什么一跌再跌继续跌 所听到的财报好到爆 但是总是看到 不是阿多仔提款 就是法人提款 不然就是各位散户投资朋友 也一起跑 到底在跑什么 到底在跌什么 为什么会如此 这么糟糕的格局产生 今天我就用这一句 先来倒进我对于最近盘式 还有个股的看法 其实W底M头一线格 大家都知道M W刚好相反 对不对 你把它倒过来变另外一个图形 倒过来变另外一个图形 那就是我之前所讲的 看你现在站在什么角度 什么高度 什么深度 你站在这边 看那边不一样 你从上面看下面 又是另外一种图形 到底现在台股走空了吗 个股走空了吗 从上个礼拜杀到现在 杀完了没 首先我先拿一些的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数据是假的吗 还是这些数据讲好玩的呢 这个时候 看到这个 洪家军 这张股票最近也跌很多 但是它偏偏就是洪家军 赔值的细光值 而且这个公司 要在越南干第四座厂 赤支8000万美元 这个事件改变了没 没改变 要建造了没 要建造 所以没改变 改变的是股价往下走 改变的是筹码的变化 改变的是各位心态的变化 然而第二则 先前的资料 这都先前的 红海最望第三季 大赚493亿 然而EPS3.55元 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 那为什么今天股价还在跌呢 当然 这些的数据 这些的未来都没改变 改变的是目前的筹码 改变的是大家目前对于市场恐慌性的卖牙 那当然 美国布局展望很正面 伺服器接单比预期的好 改变的没 没改变 还是很好 那为什么股价在跌呢 好 这时候让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时候呢 又看到这一则 这个回答软银 他们要攻AI 要攻AI哦 不是说 那代表AI没有泡沫 因为还要在做嘛 继续要在做嘛 好 那谁是最大的赢家 鸿海 改变了没 没有 因为鸿海能够吃下苹果的单子 鸿海能够吃下辉达的单子 这都没改变 那改变的是什么 现在的筹码 那未来会不会再改变回来 好 让我们再看下去 这一则也是啊 广达前三季赚一个股本 上季每股获利4.32元 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但是呢 又有法人解读 哎哟 他毛利率不够高哦 属于我们 我们那个 雇的预期还要少哦 好 这个就算预期少 但是也不至于跌破300啊 那为什么跌破300 难道有问题吗 好 这件事情绝对没问题 公司赚钱也绝对没问题 那这个人保呢也是好啊 但是股价也是涨涨跌跌啊 对好 那所以呢 大家再看下去 要抢美国制造 广达再砸73亿 哦 要在美国制造啊 这个那天我讲过了 这有没有改变 没改变 要不要做 要做下去 但是股价还是下跌 这几则都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来看 我现在要把这个拉回来 变成倒过来 好 这时候站上面 大家现在在担心这件事情 这个美超委哦 是不是要下次 那天我才讲不能说的秘密 好 然而你知道吗 突然 有一个大的基金 去把它买了很多 这是今天我看到的 那个假日已经有出来的 好 那这个神秘的是谁 到时候呢 我有详细的数据在跟大家讲 那不能说的秘密是什么 那还是扯到政治盘 什么川普2.0 再扯回来之前 美国就有说你不能去卖给谁 不能卖给谁 那叫踩到他们的红线 好 那现在这个公司啊 财报 就这公司不是说赔钱哦 也不是要倒闭哦 而是踩红线 那踩红线它的那个报表交不出来嘛 对不对 报表交不出来 所以市值啊就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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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好 那么那天我解释过 我现在直接就跟各位说 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踩政治红线 政治红线是什么呢 简单的讲 就是不能卖给哪些国家 不能卖给中国啊 不能卖给中东啊 可能他有卖 可能 我说可能哦 那地下金流呢 不方便写在报表上面 所以呢 会计师不签证 大约是这样 不是说公司赔钱 然后要倒闭 不是哦 我那也解释过 那现在就扯到什么 扯到这个政治盘 好 再来 这个呢 这就那天我讲的 这广达技家呢 是不是伺服器好到爆啊 对啊 但是呢 毛利率不够高啊 低于市场的预期啊 那跌这个 那现在变成什么呢 利多也跌 利空更跌 然后呢 悉尼恐慌也跌 所以呢 预期跌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篇 这个今天也在跌 跌破150块 惨不忍睹 这个公司 在10月21号 上个月 这个法人呢 他越看越可爱 给他调到200 所以我说呢 每次那个 有人讲200 300几百 你参考就好 你不要随波逐流 但是你股票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这个公司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没改变 他做这个产品 有没有改变 没改变 继续做 要不要卖一个回答 要不要卖一个广达 要 那所以跌什么 跌大家恐慌的情绪 跌筹码的变化 那你股价涨高了 也会跌 因为有人要获利了解 那你跌升有人要抄底 这是两种做法 所以今天我从这些的时事 再影射到 我所看到的都不是这些问题 就是我讲的消息面的问题 消息面要扯到谁 扯到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现在已经笃定川普了 对不对 好 当时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不确定因素还存在 好啦 那现在选完了呢 那不是要确定了吗 可是现在又来一个不确定因素 是他讲这个 弄那个掐那个掐那个 所以造成了又这样的行情 那今天的台股就这样 来来来 各位看 开低 走低 今天中场跌了196点 大阴线 今天这根大阴线 它有破我那天讲的关键价的下缘 而且是这个波段的低点 然而这个大阴线 有上虚虚 有下虚虚 那么今天最高点 22781 我们来看一下 那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 你看 礼拜五的时候两道线 对不对 两道线 我说不能跌破下缘 上图下破论强弱 今天很显然没有23开头 22开头 那今天22619 收盘 22546 所以今天走下破格局 你看 那天还有人在想说 你怎么给这样的论局 我是用本间K线的形态组合告诉你 现在就要这样看 结果今天给这样它还是要下跌 所以你看 今天变成大阴线 那么大阴线当然 今天凶手 不要说是什么F4 当然今天主跌的部分是在电子 然后这个有部分的金融 部分的传产是在涨 但是主跌是电子 所以我说 不要不喜欢台积电 不喜欢谁 F4没有涨还真不行 跌132点 当然在这个格局当中 今天OTC也跌 下跌加速已拖拉股 那么继上个礼拜五 大黑十字 上个礼拜五 虽然指数是小涨 但是K线是黑色的 我也就这个情况都讲过了 那么延续到礼拜五 我这么说 这个情况它是一个空洞 跌下来 跌下来在这边有三颗星 所以叫连续多星 那么连续多星再把轨道抓出来 今天必须看这两个关键价 所以我直接跟各位说 上图跟下破 论大盘的强弱 那天我也讲 现在还是走这个 礼拜五讲这个 今天还是要讲一遍 现在的盘式 贴着消息面再走 消息面大于实质面 实质面是什么呢 财报 财报好到报 一样要跌 那消息面 利空就利空 消息面利多 有时候要找利空 为什么 因为大家说我们利多出镜 不要想太多 现在是一团乱 好那接下来 基本面实力呢 财报好跟坏 以走势脱钩 反正通通都在跌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那天讲过 很中肯的话 重灾区在电池 因为现在什么 美国川普那边 有什么贸易 什么一大堆的 反正这些比较多 有关联的 重灾区在电池 好让我们看下去 今天怎么样 今天呢 上图下破 今天走下破 东下来 下破 今天是这个波段最低 对不对 最低 当然从这边一个空洞 总共五根黑 五根黑今天比较特殊是 今天来到波段低 亮不见了 亮不见可以回推 从这边开始 杀杀杀杀杀杀 这边没东西要杀了 所以今天波段低没有亮 这个也可以视为一个好现象 因为杀到不想杀 好不好 那么形态下落五连鹰 就是一个空洞之后 跌了五根 明天请注意的关键价 给各位2642 今天走下破格局 量能萎缩 电子为重灾区 那么现在消息面大于实质面 川普2.0的干扰 这个过去有的没的一大堆 因为我不是政治家 但是我有给你们点名 这有干扰 那么注意的 明日开高跟开低 注意的 明日开高需站上 这个关键价 一定要站上 否则必反杀 站上一切好说 明天会收红 站上之后 不要回来 明天会收红 明天如果开低 注意的 如果再破今天的低点 那么恐怕回撤前波低的机会大 明天最好站上关键价 开高然后拉个红K 明天就很容易拉红 明天如果开低 或者是开高在沙坡 沙坡今天的低点 很容易近期来测这个前波的低点 大概是这样 那么讲到这个 这边我画一个尖尖 这边画一个尖尖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像不像一个M头 好 那么如果在这边拉成一个 像这个当时这样的一个红K 拉上去 那这边就变成W底 所以WM一线格 今天很多股票跟这个大盘很像 到底它是要W还是要M 下一节 我一档一档跟各位说 但是在这个当下 不管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或者什么F4 不管你F几 还有包括中小型的股票 你就安心交给我 因为我告诉大家 股票有买有卖 新品契合才是最大的赢家 如果看涨就去追涨 看跌就去杀低 那你永远就输家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要跟我来这个方案 超越双十一 最狂的一次好不好 赶快这个时候 赶快call me 这样我告 马进来 投税阳阳阳阶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资讯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时钩时低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大家看一下 今天F4的确 每一档都丑丑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说的K线形态 跟大盘有雷同 到底它要M 还是W 明天很关键 所以我今天 直接跟各位说 一线格 好 这个时候 有这些股票的 要听过来 要看过来 没有的 也要准备好 你的机会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台积电 护国神山 真的耶 任性很好 1000元有手 我一直在说 台积电 1000元保卫战 今天跌10块 1000多25块 但是有一个地方 跟上个礼拜 不太一样 就是看我标的这个地方 尾盘买5000张耶 哇 把这个好消息 先分享给大家 迫不及待 插播一下 红哈一 哇 每次都在卖 好不容易今天尾盘 买了4700张 我看得比各位仔细啦 不然我怎么叫分析师 对不对 很多人都很崇拜我 你解盘各角面都要看 各角度要看 每个面都要看 那今天是很不容易 第一个台积电 1000元有手 第二个尾盘买 买进耶 哇 那这个时候看下去 今天台积电 跌10块 但是呢 我对它印象很好 好在哪里 这么多news耶 都是利空利空利空 它还一条线耶 哇 这真神奇耶 大家都有看过台积电 从楼上掉楼下 这样等下来有没有 有看到从楼下到楼上 这样拉上去也有嘛 但是近期这个利空这么多耶 这灾难好像很大 被川普这样点名 这样左K右K的 还能一条线 纵使它跌个10块20块 一条线 一个礼拜咧 好 这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好问题啦 来来来 10块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礼拜五 哦 一条线竟然收平盘 所以你看 这么大的利空 大视为利空啊 川普要打击什么 美国要到美国去怎么样 怎么样 结果一条线 今天跌10块 尾盘还要买 好 那我们来回顾 10月18号 是不是这个1000多 100块那一天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说这一天 因为每个人角度高度 深度的问题 通常呢 大家看到台积电 哇 跳空大涨 哇 要充2000了 追 追 结果呢 那天深不知 本间K线告诉大家 高空夜星 高空夜星就是 弱势讯嘛 结果呢 从此以后 那这个点就是台积电的高点 这一阵子 那就跌到这 这里呢 所有人啊 在骂台积电 啊 这个台积电不行了 台股不行了 崩盘了 结果深不知这边就递桩 我那边讲很清楚 要这种波度抓得准的 你才要听 那小波度自己做就好了 结果后来 有没有 这一波又被我弄准了 又拉这边 好 拉这边我有讲 看他有没有智慧去过1100 结果呢盘了两个 就跌到这 礼拜五我才在讲 这边很像M 对不对 那到底是M还W 今天 1025有多 多跌了 5块钱 那么 这里好像M头 那我把它遮起来 停在这画面就好 不要动 那我看这边呢 有一只脚两只脚 那看你占什么角度 对不对 所以你角度在哪边的 看法就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这个 吓死一堆人 结果呢 就从这边涨 这边也是 又涨 那么请问 这个图形各位看到 是空头还多头 很简单 大格局走多 还不是空头 是多头 那现在呢 这个地方是小波段 小波段是M 还是W 近期就很关键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点名 1000元保卫站 这边就是很关键 拉了上去 这边就变W 然后破下来 破这边 那短线上 这个地方破了 破了这里 才叫做M头 那现在都还没有破 所以我为什么要判他死刑呢 所以做行情要客观 我解给各位听 各位就很有信心 所以把钱准备好 要怎么做跟着我 有这些股票来问我要怎么做 不然你最高杀低 你就是这样 1000多 100块就在楼上 然后900多 然后去卖掉 刚刚好就没了 Over了 OK 那Over了就不用看了 也不用听了 因为就没了嘛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再看这档 这档叫红海 好到爆对不对 还是在叠啊 可以买吗 来来来 202.5 叠4.5 今天买4700张 真的耶 好不容易是买的 好几天都是卖卖卖 好不容易买 卖卖卖卖卖 好不容易买 老师那天你有买 对啊 我一样跟你讲 我低接了 我没有办法保证 我每一次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但是我会在相对区块 我就稍收 就稍收 4.5 齿坡高220 我说呢追到220 来跟我自首 我没有叫任何人买220 你们就不听话 我也没办法 所以啦 你买到220 看到今天剩202 哇心在低血 但是你卖在220 看到202 哇好开心喔 赶快要买的 这是人的心态 角度高度深度的问题 对不对 208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 有卖有买 你才能做很多波 你不是一个股票 从100涨到200 又死报活报 然后等多少 等到天长地久 但是波段有做很多次了 对不对 这个我都是过去历史 就跟各位说 当时你的心态在哪里 这天没人要买 这边每个人都在骂他 台股崩盘 骂鸿海说没有明天 躺平了 如果你高档有卖 你这边来买不就很好吗 一定很好啊 可是通常人都不是这样做 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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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到饱 所以你们做法跟我相反 那这边一连串看看看看 告诉你们搜 我们都不听 搜搜搜搜搜不听 然后就跑到楼上 第一波221对不对 好 刷下来 这边告诉你要买 你又不要听 就跑220 那我又讲 我买到这 那天去买 因为杀到9.8万张 因为这边两只脚 那这边两只脚 我一样把它遮起来 那是M头还是两只脚 那事后成立了 这边很像M啊 看过来这边又变W啊 后来拉上去 每个人都说是W 对啊 现在又来了 这小波段 到底是M头还是W 好 现在 肩膀你不要好了 这边看你占什么位置 这边看你占什么位置 此波M头或W底 欢迎预约同步 因为你们要做红海只能找我 你找谁都没有用 因为全市场真的买到低档 卖到高档的是我 中间波段抓好几次 我也是做 也是跟你们讲清楚 今天我也没避讳 我还是跟各位说 这个地方很关键 如果纵使有错很简单 这叫做大家都会说 什么颈线什么线的 对不对 那你要看整个区块 就如同这边 有没有 那怕得要命 这边没有止跌 多跌一个反手拉 那这边就是机会 可是很多人偏偏就是挂在这里 所以此次我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认清这个行情 不要随波主流 听到利多就利多 利空就利空 最好来问一下我的意见 再来好这个广达 广达今天尾盘是卖1900张 好不好 广达今天破300 那天有300多 然后当时200多少 这边已经做一波了 对不对 这边 后来你们就说在W 如果没有看就叫M头 后来就W上去 对不对 这边我有买有卖 所以 所以我才有资格跟你们 讲那么清楚 有买有卖 拉下来叫你再买 又喷上333 对不对 然后今天来的 这边是M呢 还是W 会不会从这边开始反转 这一根很重要 好不好 这一根 这边的区域 M头W底 空守者 这两个字 好不好 此波D就在附近 就如同这边 你这边要说M W一线格 那这边到底是怎么做 跟最客观 最会操作这些F4的 一起来做 好 这个时候插播一下 这个这两档又没时间讲 来来来 剩30秒 要跟大家讲这个正威 今天尾盘呢 才变黑的 最后一手价 本来是红的 那没有关系 这个股票呢 平台底 平台底 然后这边呢 是连续新线 7天都没有补缺口 注意了 把握卡位点 最后再讲一档 这个剩下5秒钟 这个成名店 今天破150 我直接跟各位说 日K四黑亮说 防守点守这边 因为这边已经卖无可卖 Gb200 所以所有的一切 按信交给我 如果大家在这个行情 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希望我能够帮到你 这个方案 赶快利用到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1 1 1 2 2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